欢迎回到桃园有线新闻 本周的剪影桃园 要继续带你来关心 大时钟的记录影片 就像之前介绍过的行业一样 命理业曾经也是 大时钟第一市场内 宏极一时的热门店家 双命的顾客 络绎不绝 不过店家们可能也没有算到 大时钟也会因为 时代的变迁 而面临到拆除改建的命运 透过镜头一起来关心 这次关于我们算命的纪录片方面 我们其实是想要让大家了解 大时钟这个地方 其实从以前就有很多算命滩了 有两三间算命滩在这边 都已经是两代三代的老店 就是爸爸传承给儿子 然后儿子呢 就在接下来就去继续担练成算命的师傅 所以不论是楼下楼上的算命滩都还 还蛮多人来看的 然后特别还有叫做张勇心堂 然后这边有三四家都是张勇心堂 对那其实这个现象还蛮好玩的 他们虽然都是叫张勇心堂 可是他们都是不同门派 所以说内容算是蛮包罗万象 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 之前在虾子巷那边也是一个 中立算命的集散地 但是因为虾子巷那边的建筑物拆除了 所以说有很多的师傅也是从那边过来 所以这边就集结了所有 中立的算命师傅在这里 在乡下的地方 人家会好胜传 那我们就到 到这边卡在这一年机会 就到第一次常见 那这个是一个好地方 但是见到那个末若 末若的话我们现在只有 算命啊 改衣服啊 可以在这边生存 啊 生的女状啊 真的这个是室内风水的女状啊 比如说人家需要看风水啦 这方面的就是我们在这边 有时候在这边因为坐那么久啦 说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出名嘛 有需要的人他就会到这边上 所以不会像说不知道 像无头苍蝉这样到处找不到 说几方面找不到 对 读书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也是放学的时候 因为祖父跟父亲都在市场 我就很习惯来这边市场 放学的时候 那时候早期市场也很多 为什么会最开心呢 来到这边很多东西好吃 像以前早期的有一个阿婆 卖那个麻糬的 还有就是红豆汤啊 花生汤啊 放学回家的时候刚好肚子很饿嘛 来到这边都有 都有 这时工要变化 要拆那就乐观其成啊 因为这上面听说是武当健全 没有执照啊 这一有一点海沙屋 而且利用的耕農 耕農啊 不合于现在 因为桃园市终于要发展 这些中心地带的一个市场 这么好像老旧啊 老旧是很可贵 但是你要有破例的市场 把它整部 化伏许为 传统与进步之间 因为有传统特色 就是不失进步 那是要伟大格局的 怎么想的还是这里啊 或许啊这是第一段的事情 因为 你们应该有想法 你们也应该有问题 其实这个市场 大师真的想法 大哥不好意思 我请问一下 你会开过车吗 我们也希望要帮我下车 是回忆的 我从没有了 我从零店有了 我现在拥有房子 拥有车子 拥有电路 拥有自己的小桥子 事业 我已经有了 知识话 我要感恩的就是 我的神面 还有一个心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